大家好 欢迎收看金牌特派 从小常会听到的一句话 人生不如意 十之八九 这时有人会选择到神坛来问世 而在澎湖马宫 曾经一位神坛苏信的女主持 也是当地人口中的女活佛 她做法的方式居然是用打的 就是用木棍鞭打性重的身体 还说这种行为是帮人消灾解恶 问题是这一打居然打出了名号 香火还很鼎盛 做事要跟事要跟人家的事 有时候就要少许把人抓住 做帖的那支流器 可以跟妥妖妖魔的意思 他们的生活是这样 偏偏就是有人相信 一定要被打 不好的东西才会离开身体 病痛自然就会好的说法 所以上门拜拜的信众越来越多 当时如果在澎湖 要请这位女主持看病问世的话 她还有规矩要按部就班 第一步先来到神坛的门口 她会轻点先自己打嘴巴 而且是要不停地打 打到女主持说可以了为止 一开始会有几个人不断向附近的居民做见证 说只要拜这位女活佛就能趋吉避凶 纯仆的居民一传十十传百 口耳相传之下 女主持竟然成了法力高深的大师 宏道也引起了时任检察官 管高岳的注意 原来是这样子以后就会变好了 所以他们就来 那就信 因为有人见证 其实这些见证很多是假的 管高岳回忆 当时要求见这位苏老师 一次收费是四千起跳 动不动就要上万元 要知道当时的一千块 可以买一台日本进口的电视 一万块还可以办一场还不错的婚礼 所以神坛的收费 对澎湖的渔民来说 负担费用是很大的 不过昔然对于信众而言 并不觉得贵 小小一个神坛 每个月的香油钱 就超过了二十万元 当时在澎湖担任检察官的管高岳 他也听说了 惊讶之余 曾经跟这位苏老师交货手 我去说我要问 结果他跟我先讲一句话 他说其实我们这个小坛 你这个人不适合来拜这个小坛 我说他还是像 检察官直觉 这神坛有问题 不过缺乏证据 直到1993年的2月 这位女主持突然宣布 要闭关修炼 只有少数的弟子可以进入到神坛 原本也没事 直到两个月后 神坛传出了阵阵恶臭 邻居受不了报警 结果神坛拒绝开门 刚好这个案子又落在检察官管高岳的手上 检警决定要破门而入 我那时候头基生不知道就是说十九十鸟 结果拒绝开门 我就站着门 我站着门在看 里面的警察 留在那里 出来的面试跟那种 很买的就对了 就感觉很怕 那种 应该是没有看到那种东西吧 进门的警察发现了 就在神坛旁边的小房间的门口 贴了一大堆的符啊 打开的房间门一看 里面躺了一具一定腐败的男师 死亡多时 身上也有不明的伤痕 但是苏信女主持说了 那是她的父亲 之前生病死亡 很快就会佛祖转世 会起死回生 所以现在不能埋葬 检察官进一步的求证 赫尔发现 女主持的父亲 当时生病没有看医生 反而是被女儿和弟子 边打到死 她是用柳棍 或者是用塑胶水管 那塑胶水管打下去 那痛的那个实在是 打死 所以她爸爸是后来被打死的 后来那个董叔叔 是春甘的妹妹 她说她亲眼目睹 爸爸被他们抓了 然后打打打 后来打到最后死掉了 女主持的父亲 尸体就放在房间 一放两个月 眼看湿臭味是越来越重 女主持用拂水 还有巅峰扇一直的吹 想要吹散这些恶臭味 没有想到气味惊动了警方 神坛腐尸才曝了光 案件正办到这个地方 结论就是女主持 走火入魔 打死了父亲 案子似乎可以结案了吧 不过 在女主持的房间 搜到了一封情书 引起了检察官的注意 我们在他神坛有说到一张字条 他说我绝对会终身的爱 董书春甘 我不会怎么样 我们说到 我们就觉得这个脸的关系 可能不是那么样的 这封信是一位无姓的男子 写给女主持的情书 证实是女主持的男友 警方有本怀疑 写情书的无姓男子 可能也是共犯 但是让警方讶异的是 后来找到男子的家属 得到的答案却是 无姓男子他已经失踪快一年了 直到现在还是下落不明 听到这样的消息 检察官心里又有不详的预感 由于女主持否认知道男友的下落 双方展开斗法 行李问他说 其实那个神坛我们看看就知道 不止一区 不止一个这个鬼魂 上面还有那个乌云 罩着应该还有其他的这个鬼神 那他说还是否认 他还是做官公的神向来 然后跟他说 在官公面前 应该要这样说话 那个人嘴巴有点 那个舌头有点长短 不是 他说 没有开光点眼 我不敢 他说没有开光点眼 他说我不怕 没有神力 另一方面 为了确认吴姓男子的下落 办案人员急需他的照片来协寻 偏偏吴家找不到男子的近照 那神坛呢 检察官亲自带队找 还是一无所获 就在准备要离开的时候 巧合的事 发生了 突然一阵风吹来 砰 那个门就关起来 一关起来以后被风一吹关起来的时候 那个门的后面 竟然有一张 吴 吴就碰就掉下来了 吴的后面呢 贴了一张他的照片 就掉下来 又一看 这里有一张照片 那张照片拿来以后 拿给他妹妹指导 就是这个人 检警再度的征讯女主持 拿着照片问他 这是你的男友吧 这可让女主持吓了一跳 藏在符后的照片意外破了光 女主持也终于坦白告知 男友已经死亡 尸体一样是藏在神坛里 检警觉得不可思议啊 这间神坛到底藏了多少秘密 重回神坛的楼梯间 一样是堆满了名纸 不过当时没有人想到 就在楼梯间后面 他还有一间小密室 里面就藏着无姓男子的尸骸 后来进去你会看到 他把那个骨头 骨头头啊 手啊 然后这个中间的这个脊椎啊 脚啊 都把它排得好 放很多的皮跟红布给他压在那里 根据女主持的说法 早在命案发生之前 就用同样的手把为男友治病 一失手就把男友给活活打死了 神坛密室藏着尸体一年 已经化作了一堆白骨 女主持就在藏着两具尸骨的神坛 为民众消灾治病 当地居民在知道真相 各个毛骨悚然啊 不幸的是 案子还没结束啊 就在警方宣布 侦破了神坛两具腐尸命案之后不久 警方又接到了民众的报案 说啊 在更早之前 还有一名胡姓男子 他也是慕名到神坛来治病 同样被打到休克送医 急救无效死亡 家属担心神坛会做法来报复 所以案发当时不敢报案 所以死在神坛木棍下的亡魂 一共有三人 人啊 有这样的一个迷思 因为在身体呢 加以一种啊 这个给他的一个力量的话呢 以为这样啊 可以期邪治病 其实在传统上以来 都有这样的事情 但是问题是你主法者 你自己要做了这个人 你自己本身有没有这个本事 都是大部分都是 借着神降下来身体 所以我去治疗他 包括我这个手的动作 就有神的力量在启动 这个力量有一个神的力量 但是他没有说打到 他受不了 他会打到受不了 他又打到一个 一个点而已 女主持用木棍治病 打死了自己的父亲 男友和信徒 侦察亭上 还是不肯老老实实悔过 要开庭的啊 进来以后他就开始 开始就打嗝啦 要起当啦 我说少来 我说我也会 我说我拜那么久的观音菩萨 从来没有给我护身 你怎么一来就马上护身啊 女神棍和其他的助手 最后依照伤害致死罪法办了 当地的居民这才感慨 原来自己不但是当了冤大头 还被白打了 这哪里是消灾治病 根本就是神棍的行为啊 从神坍腐尸 进而揭发了一连串 恐怖的杀人事件 事隔多年重回了现场 神坍早就收了 房屋也早已经改建 屋主也换了好几手 唯一不变的是 政府对于神坛的乱象 依然束手无策 故事说到这 有任何的想法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最后 记得订阅台湾大搜索频道 掌握最新的进度 我是金牌特派 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